感谢神,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开始看见神在做新的事情。 在我后面有一个图片,让你能够看见我们在一个季节换到另外一个季节。 对我来说,中国是我学习什么叫季节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想象当我第一次读字的,就是当我第一次去到中国的时候,我第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季节实在是一个很美的那种的环境。 为什么我讲独自踏进中国呢? 因为以前刚开始走进中国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老师,不管我的领队,他带我呢,都会通常选在要不就夏天,多数的时候都在夏天的时候去。 所以呢,因为我马来西亚这里,长期都是夏天的一个时间。 所以呢,当我踏进中国的时候呢,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差别,看到每个人穿的衣服都大概也是这样子。 我们大概整个的环境,就差不多都是一般上下。 但是当我第一次自己踏进中国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呢,我不知道什么叫季节。 我就选了在一个春末的时间,三月多走进中国。 走进中国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个普通我骑机车的那种的寒衣外套,我们英文叫做windbreaker。 其实就是挡风的意思,歌风的那种衣服罢了。 就这样子里面穿多一件衣服,就这样子进到春末,不是春末,是冬末的时候。 冬天快结束,春天刚刚才来到不久。 就是来到后面的时候,还没有到夏天是中间,还是很冷的时候。 我心里说没事情,就差那一点点东西就可以。 但是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衣服完全不适合。 然后呢,再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乙荣服。 可能你会说,怎么回事?牧师,你不懂什么叫乙荣服? 对,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乙荣服。 我以为这乙荣服跟我的家乡所穿的那种骑机车,摩托单车所穿的那个蓝衣,是一样的衣服。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去那边,我就遇到困境了。 那个到晚上飞机,我坐飞机,下了飞机,然后坐公交车,坐到长途的巴士车。 终于到达我到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很冷的,而且是晚上时间到。 当地的那些接待我的弟兄姊妹,领袖,看到我吓了他跳。 我说,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穿? 我说,不是这样子穿吗? 他说,你冷吗? 我说,很冷。 他说,当然你穿错衣服。 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其他的那些的乙荣服,他们就拿了冬天用的乙荣服给我,很厚的,就是差不多这么厚的乙荣服穿上去。 然后我就去吃饭。 因为吃饭的时候,而且在外面路边摊,吃饭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一个人走过,我想他应该是喝了两杯,说话比较大胆,比较大声一点。 他看到我说,他就大大声的笑。 你真的搞什么? 他连衣服都不懂得穿。 这是什么时候了? 还穿这么厚的这个乙荣服? 我就心里在很尴尬。 我不知道他在笑我还是在骂我,还是在不关心我。 因为我看他一边笑,一边大声的叫。 然后旁边的那些,我的那些接待,我也感到很不好意思。 然后我也知道我们很尴尬,但我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我人生里面第一次接触乙荣服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当时候我就觉得,什么来的? 后来我慢慢才了解,回来到乙荣服,还有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不同衣服。 我才知道,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我爱上了这个中国的一个四季。 我有时候选到冬天去,非常冷的时候去,零下二十度的时候去。 有时候选到春天的时候去。 多数时间我被选夏天去,但是也有夏天的时候去。 我也有去这个秋天的时候,我试过中国的四季所有,包括遇到台风。 他们对我来说,我很喜欢这片土地。 我很享受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给我一种,用那环境教导我一个,怎么叫做,季节在换。 每一个季节在换的时候,就不同的情况。 有时候是一天就有很大的温差。 比如说在杭州。 在杭州的时候,明明进去吃晚饭的时候,才还是十度,十一度,十二度还进去。 吃完饭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来到三度、四度。 然后我的衣服完全预备不好。 就突然间就被冷着了。 就比如说在很,有一些在北部的时候,我有时候遇到就是说,跟弟兄姊妹们吃饭,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还很好。 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降温了,降两三度。 然后呢,就大家又在吃,不小心还在吃西瓜。 突然间就拉肚子了,大家都拉肚子了。 就突然间降温,冷到整个身体不能够适应得到。 然后突然间我写了很多功课。 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写到就是,当我在一个换季节的时候,我必须要为自己做一个的改变,做一点的准备。 然后呢,如果我没有做准备的话,不管我如何想要,英文叫做ignore,就是想要忽视不准备的这一种的后果。 我们当做每一回事。 但是事实上,事实上是不会叫做每一回事。 就在那环境里面,我们就会受到冲击。 我们就会面对问题。 我祷告今天早上,这个信息在新季节中重新就位。 能够让所有家人们,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开始要思考,我们是不是要一些改变。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要呼求你,你来对我们说话。 亲爱的天父,我呼求你。 因为主,你虽然应许没有改变。 但是主,你在预备我们,进入命定,进入应许的过程。 这功课是会改变,环境是会改变。 而主耶稣,我们要坚决地来追求你,跟随你的脚步。 哪怕你穿山夜灵而来,叫我们以你前去。 我们也要离开我们的安舒区。 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要坚决地去追求你,去跟随你。 被你来引导,被你来成全,就位在你的旨意里。 谢谢你,以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Amen。 在新的季节中,我们要重新就位。 可能说,可以说是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年龄并不是因为过去没有换季节。 而是这一次,当我换季节的时候,是一个耶稣基督很快要回来的这个时候。 是时候我们要跟季节更坏的时候,新的季节就要重新的就位。 就像这个人兄刚才我所说的,当他从一个冬天进到一个春天的时候, 就是时候他必须要把他外层的衣服换了,进入新的一种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这本身,我们有些时候必须要披上新的外袍。 我们有些时候必须要披上神新的这个的带领,这个作为。 我们要跟得上,不然的话我们就错过上帝的时间表。 所以如果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季节,有些人说,我要进入我们的季节。 主啊,到底我的季节是什么?我的责任是什么? 我的命令是什么?我要知道。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现在要从一个比较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到的,的层面和大家分享。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到处去追,找一个先知,找一个能够祷告,启示,求神心意的东西, 得这一个弟兄姊妹的恩赐,来教我们,来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做什么。 而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却忽略了所有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所以神的计划并不会改变。神的最基础上的带领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必须要认识你本有的身份,不要逃避你本有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要先从教会的七个身份来谈。 其实教会的七个身份最容易从哪一本书里面看到呢? 就是从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 以弗所书把它浓缩起来,把它抽取出来一些重要的要点。 你就会发现以弗所书把教会绘画成七个的图像。 宝罗形容教会的七个层面。 我们要先从这个层面开始。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来到一个地步, 我以为神的国度非常重要到一个地步。 我们把教会把它好像叫做忽略了。 我们现在不谈教会,我们谈国度。 事实没有这回事。 神的教会本来就是神的国度的一个部分。 神通过了教会来工作,神通过了教会来掌权。 只不过以前我们的教会叫做church, 叫做等于是属神的,church英文的, 原来意思是属神的,属于神的。 它是内的,它是内的。 它是一个屋檐下的一件事情。 它是好像是宗教三头不理外事的。 但是坦白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教会并不是church,英文叫做, 言文叫做Ecclesia,是个Assembly,是个议会,是个圆圈的。 是大家一起来,不是用投票, 一起来同行合议决定神的事情的。 决定神在这地上要掌权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先从教会里面的七个图像来谈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要先从第一个图片来看。 然后教会是什么? 教会的第一个图像是Ecclesia,是议会, 或者我们称它为天国议会。 英文叫做Assembly。 如果大家知道有个宗派叫做神召会, 他们叫做God's Assembly,神的召会。 这是很对的一个字来的。 因为召会,神本来召我们。 当你在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 你自然就有一个叫做牧师, 他在上面有一个带领, 然后下面有羊群在带领着。 这个模式里面,自然而然很多东西都是由牧师成为一个领导, 来似乎有点像是他做了决定, 他说了就算了,或者是他领导, 因为我们看他是个属灵的父亲。 亲爱的姊妹们, 成为一个牧师没有错, 成为一个属灵父亲也没有错。 但是神要我们建立的家, 是除了有你在带领, 有个牧师在带领, 有个牧师在关心我们, 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天国议会。 就好像是一个国家有国会, 在这个国会里面,英文叫做parliament, 或者是congress, 在里面哪怕你的身份是首相, 哪怕你的身份是总统, 哪怕你的身份是部长, 不管你是什么都好, 但是在这个议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vote, 都有一个投票,都有一个说话权, 但是这一群人说的话就真正的算数。 为什么?因为叫做天国议会。 在神的家里面是需要每一个人站出来, 每一个人的成熟度不一样, 自然而然会有属灵父亲来带领大家成长成熟, 这个叫做什么?五重职分的工作。 但是这绝对没有取代天国议会, 每个弟兄姊妹们都必须要成为军队, 都必须要被神所带领, 被神所使用来决定这个神国的这一件事情。 只要在说一个故事,三十年前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我们的, 我所在的这个教会的那一条街的附近有个九层楼, 那一故事,在我老家我们叫它九楼。 在我老家的人只要讲九楼, 多数的,像我年龄或者大一点的人都知道, 或者比我年轻一点都知道九楼在哪里。 可是年轻人已经,九楼对他们没有什么好特别了。 现在一看二十多楼,三十多楼都有。 当时候九楼已经算是很高, 而且住宅区是一个廉价平民, 不算平民,就是低价的住宅区。 但是这个九楼就有一个问题。 这九楼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常常有人跳楼自杀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对这个九楼有人跳楼自杀并没有觉得很怎么样。 但是有一年一个季节,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面就四个人跳楼自杀在那个地方。 而我的牧师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自杀的这个黑暗的权势已经掌权在这一栋楼里面。 而且他就在我们这条街,我们身为一个教会, 我们绝对不能够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这条街上。 我们就站起来祷告了。 牧师就召集了所有这些弟兄姊妹们, 所谓的代祷者而愿意参与的。 在周六的下午我们就来。 那我当时还是十多岁的年轻人, 那我也就去了。 我去参加了这个祷告会。 祷告完过后呢, 我的牧师就说这句话说, 让我们来过去吧。 我们就去每一栋楼九层楼嘛。 那我正好有将近三十个人, 每一个人都每三个人一组, 去到每一楼做什么事情? 只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封耶稣就名字。 我侧择一切死亡的灵离开, 捧绑一切自杀的灵。 现在把这地再次分别一圣, 再次求神赦免这些地方, 然后求神再次掌权。 然后九层楼每一个人都上去。 我还记得我坐那电梯上去的时候, 整座楼真的是阴生生很恐怖的。 虽然都住满人, 但是那座楼就有一种黑暗的那种氛围。 所以走进去, 我们祷告完了过后我们就离开。 知道吗? 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后, 三十年以后, 没有任何人跳过楼。 那一边就停止有自杀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祷告终结这件事情。 为什么? 就像耶稣在神的话语里面所说的, 在地上所捆绑, 在天上所捆绑。 我要把我教会建造那里? 盘石上。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盘石上。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盘石上。 阴间的权势, 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这一些死亡者, 不能胜过他的教会。 所以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去捆绑的时候, 那一边的门关掉。 所以神就透过他的教会说这句话。 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设, 就是很简单。 这座楼曾经有人跳楼。 当有个人跳楼下去的时候, 有一个雪就洒在这个地上。 这个雪就流在地上。 这地上就开了一个门, 给阴间权势进来。 然后第二个人在跳楼下去的时候, 这阴间权势又得到更多的忌, 死亡的忌, 这个权势也来打。 到一个点的时候, 这阴间的权势已经壮大到一个地步, 阴间的门打开。 打开强到一个地步, 他可以发出信息, 吸引或者召唤那些有死亡自杀倾向, 黑暗权势, 优异的权势, 控绑的那些的人。 吸引他,一直发信息, 邀请他们来到这座楼, 再跳下去, 好让他得到更多权势。 结果好像那些自杀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容易想到九楼是个最好的地方。 结果他们就这样子被无形的力量吸引到那个地方, 然后坐电梯上到很高的地方, 然后师父在那一刻, 过去没有很多惧怕, 不敢跳楼的, 在那一刻师父这个惧怕就消失了, 就直接往下一跳就死了。 一直死亡的灵一直在映坐。 但是直到他的教会, 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起来的时候, 在Ecclesia起来的时候, 拿取权柄, 坐在一起祷告, 一起开律说, 这条街不允许有死亡灵来工作, 捧绑他, 撤着他离开, 走进这一座楼的楼层里面, 向所有阴间的门说, 你给我关上, 我拿天国钥匙把你上锁,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一脚, 把死亡和自杀的灵踢出这个建筑, 结果这个建筑就不再被死亡的灵所掌控, 再一次的被耶稣基督所得到, 成为一个没有人跳楼自杀的地方。 虽然是很方便, 没有任何的保安, 没有人看着这一座楼, 任何人都能上下这个电梯, 但是为什么突然间自杀就停下来了? 是因为有神的教会站起来, 关上阴间的门。 教会的第一个, 要认识自己的身份。 你,我, 正在新的季节里面, 我们不能够再用church, 属于神的乖乖的绵羊, 牧羊人的绵羊来看自己。 我们必须要看见自己是Ecclesia, 我们必须要明白神把什么东西赐给我们。 他圣经上说, 天父又将万有福在他, 就是耶稣的脚下, 使他成为教会, 英文叫Ecclesia, Ecclesia为万有之手。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 其实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有这个的。 所以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我是Ecclesia, 我知道我是一个天国议会。 但问一个问题, 你怎样在教会里面进行发挥的功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教育弟兄姊妹合一, 我们喜欢跑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道路, 走这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进入Ecclesia里面。 每一个合一都是生命的对付, 都是要生命的谦卑, 都是有很多自己要放下, 是寻求自己心意, 觉得自己才是对的。 没有办法。 当活在这个嫉妒纷争里面, 没有办法。 你没有那个谦卑, 你没有办法进入一个Ecclesia。 在RTD的品牌里面, 我们来自列国。 我们在列国里面, 我们学习极多的谦卑, 我们学习了极多的尊荣彼此。 我们学会真正实实的去到对方的城市, 去见大家,去拥抱大家。 当最近这一年来, 我们都去了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的他家人们都出来了, 都彼此见面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成为Ecclesia。 我去了印尼, 我去了这个, 还有其他地方, 新加坡都见到好多那些我列国的家人们, 去到印度,去到列国的家人们, 其他地方殖民们。 台湾还没有去, 只是因为这个真的是时间不允许我走这么多的地方。 但是我祷告主一样事情, 就是神啊, 让我们能够合一, 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Ecclesia, 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神所用的器皿, 真的合一的器皿。 当我们说句话来, 我们发出信息的时候, 我们真真实实有这个权柄, 因为神要祂的教会成为一个天国医会。 所以教会不是问题, 教会本来就是不是问题, 只有教会的教义, 如果只是一直往内看的话, 没有往外看, 没有看到祂的身份的时候, 就不足够。 不是说祂不对, 只是说祂没有办法真正的展现出, 展开祂原来的命定。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属天的Ecclesia。 第二东西是我们需要成为什么? 成为基督的身体。 第二个图片在以弗所述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当然在哥林多前书也说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有的人是做眼, 有的人是做耳, 有的人是做鼻子, 有的人是做口, 有的人是做头。 有的人是做颈像, 有的人是做手。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只要一个身体不发挥功用的时候, 其他身体就受苦了。 曾经一段日子, 我的手有这个谭公子。 大家知道谭公子就是不能够很顺畅的。 过一段时候, 那时候连签名都很困难, 那时候打字也困难。 那时候晚上的时候, 常常就握着他很不舒服。 过一段时候, 神就突然间医治他, 完全医治他。 突然间我整个手都完全没事情了。 最近这一两个星期里面, 前两三个星期里面, 到印度之前, 到印度回来的时候, 突然间又开始在, 好像长洁了。 就有点像是有点硬化在那个关节。 然后, 我就在开始问我自己, 我是吃了什么太多吗? 导致于这一个手指又在僵硬呢? 因为我都是有一种走动做事情。 为什么是这样子? 你看一根手指头一点点的不舒服, 就会让你全身注意到。 我们今天这种姊妹们, 我们有注意到我们的健康吗? 我的意思是说, 教会里面的健康。 有没有谁, 有没有哪一个肢体, 它没有发挥的功能。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每一个功能都很重要的。 做眼睛的, 只要做眼睛, 做耳朵就做耳朵。 有趣的事情是, 当我们要去印度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些祷告。 我们的团队里面有各种的恩赐, 各种的职分的人都在里面。 其中一个比较先制性的, 他就说, 我看到了一个意象, 简单的把那个意象浓缩一点, 就是有一个东西在拦阻。 他直接就把它说得很清楚, 就是那一天的那一个事情会有事情。 结果我们就开始为那件事情祷告, 然后我也告诉当地的牧者, 有这个事情, 那一天应该会发生这种事情, 要祷告。 就有一个带导者, 印度一个属灵的妈妈, 我的这个巴士史丹利, 我同工的妈妈, 属灵的妈妈, 她是个带导者。 她二十多年持守她的祷告, 是早上三点到六点她祷告, 和傍晚六点到九点她祷告, 风雨不改,二十多年, 没有停止过。 早上三点到六点她祷告, 和傍晚六点到九点她祷告, 风雨不改, 那个二十年。 她跑去跟祖说, 这是她告诉我的。 她说我属灵的妈妈告诉我, 她这么祷告, 说,主啊, 你怎么可以? 主啊, 你是教会的主, 你的仆人来到这个印度, 你怎么可以让这些事情发生? 你不可以放任何事情发生, 你不可以放任不管。 她就在那边一直祷告一直祷告。 结果没有想到她祷告完了过后, 要到那一天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 那个真正的问题人物, 上帝把她暂时送进医院里面去。 她突然间心里, 她其实身体是有病的, 但是那一天神上帝说, 你去医院休息吧。 她就真的那一天然后出不到, 一直头晕, 就进到医院, 她的状况是不好, 她本来就有身体不好的。 就在那一天她身体不好, 就在医院里面休息, 就去复诊。 一整天都没有在那地方, 所以我们平平安安在她的教会里面, 做完所有东西, 我们结束了过后, 上帝就说, 你可以回来。 本来已经住院了, 突然医院说, 你可以回来, 就回来了。 就在那一天平平安无事。 双赢的状况, 她也有看医生, 她也复诊, 她也打点滴, 身体也好了, 我们聚会也完完全全没有障碍之下, 然后就完成了。 你知道有些时候, 一个先知听到, 一个带导者发出那种极度的呼求祷告, 结果就让整个团队的服务, 顺利平安的完整这个工作。 你发现整个身体是一起发挥的功用。 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 你有什么恩赐, 不是要显为大你的恩赐。 记得一件事情, 任何的恩赐都目的, 不是让你显为大, 任何恩赐是为了要造就教会。 什么时候只要你把你的恩赐藏起来, 你不要说, 我不比别人好, 不比预言更准, 不比别人讲道更棒, 不比别人唱歌更好, 我不知道做什么, 我就做打杂。 不,你愿意服侍是感谢神, 但是你的恩赐在哪里, 你一定要发挥出来。 只有当你在这个身体里面发挥完你的恩赐的时候, 我们就得造就。 就比方说, 成不输我, 我最本身, 我是一个教师为起步的, 一个的, 这个叫做, 一个的服侍神的人。 然后后来慢慢, 神慢慢也给我这个牧养的恩赐。 然后慢慢呢, 上帝也提升我, 教导我先知性的部分, 慢慢就把我带到使徒性到处去开拓。 然后呢, 慢慢的, 神又让我能够在街头步道。 当时候在印度的时候, 做了好多, 好多, 好多场。 你看到神奇妙, 神迹奇事发生。 这一些, 感谢神, 这一个, 如果我没有尽我全力的去发展我的恩赐的话, 那自然而然神的教会就会很缺陷, 就不能够进入到那个位分。 如果我说只要做牧师就好了, 而其实我身上还有其他的, 我没有发挥发展出来的话, 那自然而然我能够, 我的恩赐, 我这个在身体里面的位置, 就只能够牧养小的, 我不是说牧养小的不够, 但是本来神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就不能发挥出来。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力的把自己恩赐发挥的零零尽, 不是为了荣耀自己, 不是为了荣耀自己。 我应该说, 我们应该成熟到一个地步, 不要太多我, 不要太多, 都是为了别人, 都是为了身体。 我还记得救世军的一个创办人, 叫William Booth, 当他身体非常软弱的时候, 他应该要去开会的时候, 他不能到。 所以大家邀请他, 在最后晚期的时候, 请他去开会, 他真的身体生病了, 他不能到场, 但是他发了一个电报, 一个真的叫做Telegram, 真的是电报, 以前没有电话, 只有电报, 他发了电报过去, 就发过去给对方, 对方受到电报, 他的信息只有一个字罢了, 他的主要要讲一句话, 一个字罢了, 叫做Others, 其他人, 或者他人, 他要放, 他要对整个救世军的整个团队说, 一句话, 这个窜门只说一句话吧, 他说, 所有你想的东西要为他人想。 基督的身体永远都是为着其他的身体而存在, 眼睛不是为了眼睛而存在, 眼睛是为了身体而存在, 嘴也不是为了自己存在, 嘴是为了其他身体而存在。 我的左手也只能为右手洗, 右手必须要为左手洗, 我的右手不能为右手做些什么事情, 最多是把自己藏起来, 不会被东西瞧到, 除了这以外的, 我的手的存在就是为了整个身体。 当我夜看见我的这个身份的时候, 我夜明白我在这个身体里面, 你必须要拿起这个非常重要的位分。 在这新的季节里面, 神要他所有的军队, 把他的一两银子也从地里面挖出来。 我深信一样事情, 我们即使是有一两银子, 但是如果我们进到属于身之处, 进到神的灵的身处的话, 那一两银子会发挥极大极大神的作为。 可能一生人你只有一两银子, 但是你一千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的这个恩赐, 一个恩赐吧, 但是当你尽你全部的力量在那一银子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这样的力量。 这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好像我巴士山里的属灵的妈妈, 那时候打电话, 叫我跟属灵妈妈面对面讲话, 用视频电话, 打电话, 我们都跟他聊天很可爱的跟妈妈。 也许这个属灵的妈妈, 她也不会讲到她只会祷告, 她只是爱人, 她只会祷告, 她只会传福音, 这祷告就是祷告, 但是她一个的祷告, 二十年没有改变的祷告, 这成为一个拿西尔人一般的祷告, 一个萌业性的祷告, 就带来了极大极大的恩高恩赐, 这个恩高和能力的权柄。 上个礼拜我讲到关于祷告, 提升我们祷告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真的要看见, 我们即使只有一个恩赐也好, 借用李小龙的一句话, 虽然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在聚会里面讲用这些话, 但是这句话很有意思。 李小龙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不怕我的对手有一万招, 我只怕他有一招练了一万次。 有时候我听了这句话, 我先一下想, 他根本不担心别人有各种的恩赐, 只担心那一个人的恩赐, 他独有的恩赐, 他发挥的零零尽尺。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学习功课, 我要为我在这个身体里面神良给我的, 看得和服中道, 而且要尽我全力的把这恩赐发挥到最好, 尽心尽力, 即成为真正神护照你的那一位。 可是当中有些人是怜悯人, 你叫专心怜悯。 有一些人是劝勉人的, 你要专心去劝勉。 不是劝勉很多, 而是学习更有效的劝勉。 不是到处做很多, 而是要做得很有着业精致, 只要神能够用。 一个讲道的人不在乎讲几多堂, 只在乎他讲的真正的是神的话语。 我们的话是没有权柄, 我们的话讲几多也没有用, 但是什么时候我能够拿到神的话语, 放在我口中把它说出来的时候, 我所说的话就有权柄。 不是讲多就厉害, 而是厉害的地方就是当你讲对, 讲真正讲神的话语。 不是你祷告多, 你想法多, 你想要比别人快一步, 你想要比别人更超前部署, 没有的, 我学会一个功课。 坦白说, 最近我去印度的时候, 我充满了很多热忱, 我有很多的事情, 我看到裂骨好多事情, 我发现这东西我要做的。 但是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里面你的团队就领受的, 就是说不要好高骛远。 他这些简单的话就是说, 不要好高骛远。 有些东西不要能够急, 就按照我量给你去做。 我本来有一些心理的目标, 做一些东西。 但是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马上降低我的属灵, 看见的那些东西我就放慢, 我就降到呵护忠道状况里面。 结果神给我看到一些很宝贵的东西。 我没有找到我要找的东西, 但我有找到其他很好的东西。 我还是有那个渴望, 还是继续在营造, 在连接, 在寻找一些对的人。 但是我也找到一些很不错的人, 也做了很多很神, 很奇妙的事情在那个地方。 是为什么? 因为那个身体, 有一个人他有领受, 他分享了。 我就听, 因为这就是身体。 我们每个人在每一个地方, 都有扮演不同的角色。 有些人你在这个团体里面, 你像先知。 有些人在这个团体里面, 你像是个牧师。 有些人在这个团体里面, 你像是个帮助者。 每换一个地方, 我们就重新就位。 我就觉得这蛮有趣的。 我在开会的, 我在我大群开会里面的, 我有别人就做了, 就做师父是做先知, 就做了老鹰。 但是当我出去出队的时候, 另外一组人在一起出队的时候, 我在那队里面, 我就从一个别的位置就变成老鹰, 别人就变狮子, 有人变人。 就是这样子。 我就发现这个组合每个阵容都会改变。 这个告诉我们一样事情。 原来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组合里面, 我都做了不同的身份, 都做不同的。 虽然恩赐也是没有改变太多, 但是那个强调都不一样。 这么巧,没有先知, 你进来了, 只缺先知, 你就做先知。 然后你就去一个地方, 有一个更强的先知存在, 你就不需要扮演先知了, 你就开始扮演牧师, 或者扮演使徒。 当你去到那个团队里面, 先知识徒在了, 那你就成为一个帮助者。 原来我就发现一个身体是那么有趣的, 按照不同的需要变成不同的人。 用弹业器的角度里面最容易明白的, 你去到一个地方, 虽然你什么都会弹, 每个人都会弹, 但是这个人弹, 卑诗比较好, 这个人弹钢琴比较好, 这个人打鼓比较好, 那你就弹吉他。 但如果已经有吉他人的话, 你就做影响。 如果这些东西都有的话, 你就去唱歌。 如果缺乏一个鼓的, 你就去打鼓。 当我们成为一个夜守的时候, 我们出去, 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 随时换我们的角色。 现在这种子妹们, 原来在我们的这整个的服饰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身体的概念, 一个身体的概念。 你要进入你的位分, 你不要说我是谁, 而是说我在这身体里面我要做谁。 很重要的, 你永远都是你, 你永远是神所尊贵, 你永远是神所保爱的。 但是当我们身体出战的时候, 出去打战的时候, 每一个人就要做他原来神护照他做的事情。 没有高低之分, 只有适不适合的差别。 感谢神。 然后呢, 这圣经里面就说, 又将这个二十三节, 我们就直接读二十三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他充满我们, 而且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第三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位分, 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 还有第三个身份。 英文叫做We are his workmanship, 我们是神的杰作。 是在出在哪一个经文里面呢? 是出在以夫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 这里说到, 实际上我们是神的创作, 是为了美善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 神早已预备好了美善的工作, 要我们在其中行事。感谢神。 然后呢, 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经文里面呢, 神已经预备好了美好的工作。 祂只要我们行在其中。 我们常常说命定啊, 命定。 这个就是谈到拐到命定。 那命定是什么呢? 就是神一定要我们做的。 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神对每个教会, 对每个身体都有不同的呼召。 就好像我说的, 每一个组合里面你都扮演不同的角色。 你自己本身是有一个恩赐, 但是当你进到别的地方的时候, 你那个地方需要什么, 你就做什么。 因为在教会每一个季节, 他都有他的呼召。 对个人每个季节也有他个人的呼召。 我们夜明摆就要在你看后面的一个的墓, 在一个雕刻人手上, 能够刻出一个很美的形状来。 神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做许多的雕塑的工作。 你知道吗? 我坦白说, 有时候我也静静坐下来, 甚至今天早上我再带你敬拜说, 我在想一件事情。 神啊,你是到底怎么预备我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跟24期全球的会拉上关系。 我完全没有这么大的志向。 我的志向其实很简单。 我只渴望能够好好地教圣经。 我只渴望能够好好牧养教会。 我只渴望呢, 我省自我并没有渴望大教会。 我渴望能够建立许许多多的教会。 在不同地方不需要很大, 一两百人就好了。 然后呢, 就把它放在, 就在别的地方再建立教会。 更多的牧者起来, 更多弟兄姊妹们参与服事。 更多的人能够被关怀。 那这就是我的心愿。 就像个卫星, 在到处都有。 这是我的心愿。 但上帝的心意好像不是这样子。 上帝让我在一个百多人的教会里面牧养, 就是成为一个父母师这样子的牧养。 后来又让我自己建立自己的教会。 那教会从来没有达到一百人, 都少过一百人。 然后当我在教会建立不久的时候, 主又帮我抬起做宣教工作, 又开始带领我经历, 跟这个宣教团队曾经走过, 又在一起走过一个日子。 然后又开始进入在印度的宣教工作, 又走到街头步道, 又去现在培训牧者, 各方面的东西。 虽然每个东西也不大, 虽然但是每个东西一直在进行着。 现在后来上帝让我认识了一群的人, 在列国当中现在一起的来。 我坦白说应该不叫做先认识一群人, 是应该叫做因为神护照, 我进入这福祉才去认识这一群人。 就是这样子。 好多东西完全不在我掌控之下, 好多东西都不在我预备之下。 我自己在想, 今天早上我又谈业期, 又临时不和又在分享, 又在这个平台里面。 我心里想,过去我怎么会想到呢? 有一天会用到这些恩赐。 我不知道了。 但是神早已在预备, 神在雕塑我们, 神在预备我们。 只是在上帝所预备我们的每一个场景里面, 我们是否看得出每一个猜事, 每一个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工作。 预备好给我们走近的路, 其实是一个预备的路。 这些路是我们要行在其中。 神在这一早已经预备了, 让我们行在其中。 你现在所走的路仍然是在预备。 你最终的一个地点就是与耶稣同坐网。 所以在地上你必须要能够有Ecclesia。 在地上你的祷告必须从团企, Fellowship, Partnership, 同工, Companienship, 这个办理的关系, 到最后变成Rulership, 跟神一起同志里。 你需要在这地上经历跟耶稣基督同志里。 因为你最终的目标, 最终的这个目的地就是与耶稣同坐网。 当然我也是基督的新妇, 我也是基督的家人一部分。 但是其中一个神建立人生命中的其中一个非常高峰, 是与祂一起同坐网。 因为祂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 祂创造人的第一样事情过后, 祂就把地赐给人。 所以神要我们治理的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神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所有东西, 都是一个预备, 都是在预备。 每一个地方你都要专心, 每一个地方你都要忠心,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侍奉你都要寻求神的心意, 听祂的声音, 学习顺服。 这是神在你神明中的预备, 这是神在我神明中的预备。 我现在继续在走, 一直在服侍。 每一段路都有一种的感觉。 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很大的感觉, 一个很清楚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以后会慢慢延伸成为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第二东西是, 我能不能够胜任?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这两点。 我不是一个能够胜任才去做的一个人。 我是一种做了才知道能不能胜任的人。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哪一种人。 你是不是选择你能胜任的工作来做, 还是你是做一个工作来发来, 想要知道你能不能胜任。 我的个性和我自己本身, 像我很常跟弟兄姊妹说, 我太太说我一个很好的, 我太太甚至在我孩子面前说, 你父亲有一个特别的恩赐, 叫做不是不爱不要脸, 是不顾脸。 他没有面子问题。 我是个没有面子问题的。 我不怕失败。 因为我本来就是曾经是个失败者。 我失败过。 我也没有觉得失败就是我的结局。 我常常都觉得失败的过程里面只是告诉我哪一个东西我需要加强。 我要努力。 我不爱面子。 这是一点。 我师母常常跟我孩子说, 你爸爸就有个恩赐,就是不爱面子。 就是做就说。 他不在意别人怎么想。 他只是很正直, 就是简单的心去做, 傻傻的去做。 做就是做它,把它弄出来。 对我来说一个, 我不是, 不要弄错那意思。 我不是说每个人傻了就是对了。 不是,我们都不需要从一个傻的。 我们在神里面都是很有智慧的, 都是有上帝的灵。 圣灵带领我们的人不可能是傻的。 但是, 有一个东西是, 我觉得为主受苦是一个荣耀。 所以我的心里是狠狠。 如果有一天我做什么东西, 我觉得为主受苦了, 真是,真诚做,忠心做,正直的做, 然后被人误会也好, 其实做不好也好, 我自己也觉得没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就, 我心里面就是为主的言过做, 我就很满足了。 这是我的荣耀。 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今天的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真的要在上帝量给我们所做的东西, 要尽心去做。 因为每一个人不要去比较别人, 不要去看别人怎么做。 因为你是什么? 因为叫做You are God's workmanship, 你是神的创作, 你是神的杰作, 所以你要允许神有祂的创意。 神不管怎么带领的话, 我们也必须要给神祂创业的空间。 第四, 第四个就是家人。 家会永远是家人, 我们不能够来到一个地步, 没有家。 神是我们的父, 就告诉我们圣教会是祂的家。 我们一定要有这一种, 不管是大人小孩, 不管是强的是弱的, 不管是男女也好, 我们必须要有个很清楚的家人。 我们不能够掌控家人, 我们只能够用爱来爱家人。 我们渴望看到的成绩, 不是透过我们对我们家人的任何一种的, 这个叫做严格的训练, 严格的打压, 这样子来, 或者是什么来, 来达成。 家人永远就是家人。 当我在做宣教的时候, 我常常对印度的家人们说, 你是我的家人, 比你想象的更真实。 因为在马来西亚里面, 我从小, 他们可能对印度那边的人, 可能他已经活了五十岁, 六十岁, 才第一次认识一个华人。 而且是跟华人关系, 他对华人还有保持一个华人。 那种感觉。 对我来说, 我从六岁就已经, 我六岁的幼稚园就有一个朋友, 叫做Nasanyasi, 一个印度人。 我从小都跟有印度人的环境没长大, 中学的印度人长大, 到工作也跟印度人工作。 我几乎是印度人, 马来人, 任何的人对我来说都是一家人。 所以当我去到印度的时候, 我跟他们是随时可以拥抱,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真的当了家人。 他们觉得很, 有一个牧师说, 我不参加别的国际的, 就是列国, 或者是国,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的任何的东西, 我不参加的, 除了你。 除了你们这一个印度宣教这个团队, 只有我参加。 一个最大原因, 因为我真的在你们当中看到一个叫做爱, 没有差别的爱, 就是直接的爱, 真正的爱。 其他我没有看到, 你们有。 他讲, 我就刚才说, 我比别的国家的华人更加蒙恩,蒙福, 因为我从小就是跟你们长大, 我没有这个问题, 你们真的是我的家人, 我这边吃你们的食物。 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明白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一个家, 神要家, 神要建立一个家。 我们不是一个独自新妇, 我们也是一个单独的新妇, 我们是列国的家人, 这很重要的。 所以圣经里面说的一句话, 在弗弗所书2章18节里面说, 因为借着基督我们两者能够在同一位圣灵里来到父的面前。 两者是指外邦人跟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 由此可见, 你们不再是外人或是聚集的, 你们是以圣徒同国之名, 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 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是家人。 有些时候, 你要记得一样事情。 我们真的, 有一些人会很看重, 哇, 犹太人是长兄啊, 是什么, 是这个, 主义师他把犹太人的重要性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他忘记, 他其他的国也是家人。 我就是用一个东西来挑战你。 你觉得犹太长兄, 你要爱他, 请问你会爱印度人吗? 你可能对阿拉伯人觉得还可以, 你可以接受印度人吗? 可以接受非洲人吗? 他们也是在神国里面的人。 当这个经文放下去的时候, 我要祷告主一样事情, 我们的鼠领眼睛要看得到。 有些时候, 不得不感觉到一小小的猜疑, 会不会我们那么爱犹太人? 是因为创世纪第十二章的那句话, 祝福你的神必祝福, 咒诅你的神也必咒诅。 哪一些祝福你的, 就必得祝福, 咒诅你的也必咒诅。 结果我们想一想下, 还是怎样好的一定要爱犹太人, 因为祝福犹太。 印度人好像没有这个经文, 好像没有太多动力去爱, 没有太多动力去为他们摆上。 这是很真实的。 查验一下我们的动机, 我们不是只是建议在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必须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对列国的人有个完全新的一种看法。 祂是我们主家里的人, 祂是我们在主家里面的人。 有一天在天上, 我不单有华人, 不单有印尼人, 马来人, 印度人, 非洲人, 菲律宾人, 阿拉伯人, 海地的人, 海地的人, 斐济的人, 海岛的人, 全部不同文化, 不同样子的, 不同肤色的人, 印第安红人。 这些所有的人都出现在神的国里面, 而且神说这是我们一家人。 我们在这一个祷告的流里面, 我们要查验自己。 我发现有些基督徒爱以色列多过爱自己国家。 你真的爱以色列吗? 你真的爱犹太人吗?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特么特别到一个地步, 你能爱他们? 而你的爱奇怪, 却分类到那么清楚, 只爱犹太人, 你旁边的人你都爱不下去。 什么动机在后面? 因为爱, 有没有爱, 有爱的人谁都能爱, 没有爱的人就会选他想要爱的人去爱。 所以神的家为什么不能够合一? 这么一直为以色列祷告, 但是在神的家里面竟然不能合一。 是不是有问题出现在当中? 我们要查验我们自己。 很可惜,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以前弟兄姊妹们为以色列祷告。 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以色列祷告? 因为神叫我们为以色列祷告。 神也叫我们为很多东西祷告。 坦白讲, 有些时候是《创世纪》12章1到3节的应许。 你觉得广东话很猴族手啊, 广东话讲很滑的来。 为他祝福祷告, 我就蒙祝福。 但是那个真的是爱吗? 亲爱的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连那个在脸前的人, 你都爱不了, 你还想你非常爱摇眼的以色列人。 有太人。 其实我们的爱一定会被查验。 所以祷告神, 当我们在神的家中的时候, 我们要看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家中的一个人。 当我们真的走进这个爱里面的话, 我们才能真正的进入到这个生命里面。 第二,接下来第五个, 就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第七个身份, 就是圣殿。 英文也可以用temple, 给我们感觉像是个庙语的意思。 另外一个字叫做centuary, 就是圣所和圣殿。 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里面说到, 各方靠他联络得赫世,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也,门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所在。 我们都是神的殿。 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都非常清楚知道。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教会是一个神居住的所在。 当我们说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一种的认知。 虽然教会就是神的殿,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部分认知。 之所以是神的殿, 是因为祂是一个敬拜的地方。 祂是一个欢迎神, 进入到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的地方。 一个荣耀的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在这一块里面来去建造。 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 他有说了一句话, 他说把这个人放在那个园里面, 这颜子里面叫他能够看守。 我把那个经文找一找。 叫他能够看守。 因为这个是另外一篇的信息, 我没有把它放在这里面。 这里说到耶和华。 迦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 使他修理看守。 英文在《创世记》第二章第15节里面说到, The Lord God took the man and put him in the garden, to work it and to keep it. 圣经里面有一个字是说叫他修理看守, 但是英文把它分得很清楚。 他把那个人 put him in the garden, 第一个,他把他 position, 把他就位在那个伊甸园里面。 第二是什么东西? to work it,就是要他来工作。 英文叫做就是来修理。 and to keep it,然后看守。 但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这个经文的前面的部分, 是说到这个伊甸园有叫做湿道河流。 从那个伊甸园有盒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盐子。 然后从这个滋润这个盐子呢, 这个盒去滋润的, 尤发就是成为滋润权地。 在哈菲拉也是笔遜河, 在哈菲拉全地有金子。 然后第二条盒是基士基顺有古石的权地。 有这个底格里斯河 留在这个亚树的东边 然后还有就是又发达底河 布拉大河 这个四条河 这个四条河 掌管了未来经济 文明像埃及这地方 又发达底河 是贸易各方面的地方 这个东西流出来 它影响了文明 知识 民族 政治各方面 神把亚当放在的盐子里面 看守那个地方 修理那个地方 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而使到他这个河 继续涌流 只要他不看守这个河 这个地方的话 他没有办法涌流出 美好的东西出来 神把我们放在教会 我们让我们成为英文叫做 Temple 成为一个Sanctuary 成为神的殿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神要我们建造一个 有神童材的地方 让这个地方成为神的光 我当我在印度的时候 我去 我们其实这几年间 我们有去一个地方 叫做Tirupati 你可以了解 Tirupati整座山 就是一个庙山 里面的庙可以算是 全印度奉献 金钱奉献 最高的 最多的一个地方 多到一个地步 政府可以跟这个庙借钱 政府可以跟这个庙借钱 一所庙的钱多到一个地步 可以借钱给政府用 所以他的这个Bubble 剪头法 就是所有上去朝圣的人 他要下来的时候都会把头发剃了 剃了下来 就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修行 你知道他有多少个帮人剃光头的吗 有120多个 我那时候听 Tirupati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有120个礼法师专门帮人剃光头的 没有染头发的 因为都要剃下来 然后这120个礼法师需要24期不停的工作 才来得及剃别人的头发 然后你要注意我听你的这句说这句话 你要祷告你这样知道明白什么事情 这些剃的头发剃了哪里 卖到全世界做假发 你现在会不会怕不怕 可能你不小心买到的假发 是这一些妙语剃下来的头发 这些妇女的头发 你把它剃了下来 他做成了假发戴在你头上 也说不定的 这是很真实的事情 那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 那这一次我在印度的时候 我去印度的时候 我就见到我的老朋友 我们去他教会很多次 他教会在那座城市里面 在一个高山的地方 然后他们已经有一个名单 有多少个教会他们要拆毁的 结果这些报名真的拆 和政府真的拆毁所有的教会 就差一个教会没有差 所有名单 没有一个人信免都教会被拆了 只有一个教会没有被拆 就是我这个朋友的教会 没有被拆 我为什么这个朋友的教会没有被拆 大家想不通 但是我知道 只要只有一个答案罢了 因为他的教会是一个祷告教会 也是个祷告殿 他既是教会 也是个祷告殿 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几率的一个祷告殿 我去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discipline 这几率是几率是很强的 吃东西的盘子是排到好像一条直线 坐起来一条直线 聚会起来一条直线 没有一点的混乱 而这个牧师是非常稳重的走上去 就是整个教会你可以感觉到一个真的祷告的一个属灵的氛围 我们去那边 我们曾经在那里赶鬼做很多东西 一直讲到很多事情都发生 神做奇妙的事情 当他这一次我去的时候 我没有去到他的城市 他来到我们的特会 我们就把一幅画送给他 一幅中文画送给他 叫做永不放弃 奔跑不放弃 特别为他祷告 我跟他说 你的教会绝对不会祷告 因为你的教会是剩下仅存的那一个灯塔 而且站在这座山的上面 就在这个地方威胁着他们 你一定要起来继续祷告 继续相信神 继续迫切祷告 我鼓励他你要继续坚持下去 在那边我可以直接说那种也喜别的灵 那种杀害先知的那种的灵 在整个城市里面在运作 我在那里讲到几个地方讲到过 所以亲爱的这种姊妹们 真的一个教会 你必须要认识自己 在那个地方 那个区域 那个地方 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 一个非常重要的 神要你做成的一个工作 好 接下来我们第几个身份 我们现在继续再讲一期 然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就像活时被建造成为灵工 作为圣洁的祭司 活时 我们需要成为一个 在那个地方发挥功效 发挥功用 让人知道 让人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地方 因为在这地方有供应 在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 这个地方有神的荣耀 直到我们看见圣灵的河流 我们修理看守圣灵的河流 从这个宝座里流到全地里面去 我们要宣告神要做成这奇妙的事情 我们有机会 我们真的要组织 如何站起来 来围着一些受迫害的地方来祷告 感谢神 然后呢 第六 就像心腹 耶稣基督选选我们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心腹 我们是祂的心腹 这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喜欢 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 但是不要忘记 前面我们是Ecclesia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神的创作 我们是神的家 我们是神的家 我们是圣殿 第六 我们是心腹 说到心腹 我不用多说了 弟兄姊妹们都知道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都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跟祂有个亲密的关系 因为我是在一个祷告平台里面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很多人对这一个是非常熟悉 我就跳到下一个 我要说的就是基督的军队 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变成一个基督的军队 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战士 我们必须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前行的军队 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磨难的日子 我们要拿起基督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 我们就能够抵挡仇敌 而且站立得住 在教会里面 我们已经习惯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 所以一个父亲自然而然 当我们来到孩子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就是比较体贴他们 我们会供应他们 我们保护他们 而且是我们希望呢 我们能够留一些好的这个possession 就是好的那个产业 留给他们 但是我们常常有一种想法就是 他们比我们软弱 他们比我们幼小 我们要保护他们 也没有说很错这样的想法 但是问题是 我们能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预备好他们 能面对前面的挑战呢 我跟印度的牧者 每一次这个聚会过后呢 要不是会前会议 要不然就会一会 我会见所有在Zoom会议里面 我们这些日子里面 跟我们常在Zoom里面 一起在这个敬拜 在这个祷告平台 或者在这个祷告平台 或者是在这个祷告祭坛 或者是在我们的牧者培训的 这个早上的这个Zoom会议里面 跟我们常在一起的那牧者 我们再跟他们见面 他们非常的兴奋 过去是在这个Zoom那边看到我们的脸孔 然后呢现在真人 我不敢说道成肉身 只不过我们走出荧幕 真正是有肉有血 可以摸得到可以抱得到的那个人 出其意外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让大家给 对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印象 我以为只有台湾的家人 这个新加坡的家人 才会有这种的看法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我说 他说Deniel牧师 我没有想到你这么高 我没有想到你的身形 你是这么高的一个人来的 我们全部人对你的印象 都是矮小的一个人来的 没有想到我去到印度的时候 印度那些印度大叔这些牧师也说 哎哟 他讲Pastor Daniel 你长得这么高 我们不敢相信你是这么高大的一个人来的 我们一直觉得你都是小的 我自己在想到底是什么 没有想到还有人真的是认为我很小 我的高度是175这样子吧 所以我去到这个叫什么名字 就是当我去到印度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很兴奋的看到我 然后就说哎呀你真的这么高 然后每一个人都是都挨我好多 印度的牧师全都比我很矮 矮了很多 我们都搞他们半个头这样子的情况下 但是这个东西不多说 当然我要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我就跟他们说一样事情 做一个假设 做一个假设 我说我跟他们说做一个假设 两年后 列国人都能够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未来复兴一定会发生在印度 这是列国公认 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复兴必然会发生在印度 但是万一我就说一个假设 如果两年过后 复兴真的来了整个印度 你们预备好了吗 你们预备好了吗 我就说你们现在我见到你们这一群人 你们都非常忠心 你们愿意传福音 而且你们的心愿 你们的心智是非常坚定的 你愿意为主受苦 愿意为主死 好我们就这样子的比喻说 比如说这些牧师的水平是那么高 他们愿意为主摆上愿意为主死 他们不管什么情况之下 他们愿意传福音 但是当复兴来到的时候 还有样事情发生 逼迫会来到 那这些父老 这些牧师的水平很高 他们即使受到逼迫 最糟糕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为主殉道 被主带进荣耀里面 好就是进到荣耀里面 就结束了 但是问题是 他自己的牧养的人的水平却是那么低 当他们水平 他们牧养水平这么低的时候 什么事情 当复兴来到的时候 这个逼迫来到的时候 他们可能成不过 他们消失 对于当时候的所有的牧者来想 没问题啊 复兴来到 他们最多是去见主面 就是得胜 或者是为主殉道 见主面 但是羊群如何站得稳 所以我在告诉他们一样事情 你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 没有错 但是你不能像属灵父母这样子训练他们 你也必须要有一个叫做 像什么 像军队的方式来训练他们 我给个比方说 比如说 杀卷 这些的里长 武长 这些的营长 当他们训练他们军队的时候 他们可不是保护他们 他们可不是所供应他们 他们只是训练他 严格训练他 目的是什么 让在打仗的时候 他底下的军队是不会死的 或者最后一个死 因为他渴望他所训练的人能够比他更加刚强 他训练这个人 渴望至少要跟他一样强 为什么 因为到这个战场上的时候 绝对绝对不是一个闹着玩的地方 是绝对需要生存得到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需要成为属灵父母 但我们训练他们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只是用属灵父母一直想着 他们比我们软弱 他们不会比我们刚强 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看法是 要兴起他们成为一个刚强的 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教会的 这个七个图片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就能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身份 现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 我现在不是在说我的呼召是什么 我的恩是什么 求牧师来替我按所祷告 去看出来辨别辨别一下 那些东西其实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你已经逐渐逐渐的走进这个命定里面去 你只是要忠心的去做 而且是大幅度的去做 完全的把它豁出去的去完成它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你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 这个教会原来本来的这个本相 这个身份 你就没有办法看见 我们在新的季节里面有哪一个破口和漏洞 你是天国议会 你记得我所讲的这个故事 这个九楼的故事 你需要在你那条街 你需要在你那个区 你需要在你那个城市和你的国家 你要成为这个Ecclesia 你要成为一个天国议会 你必须要站起来 你有祷告 有说话权 有权柄 这个东西你要学习进入合一的身体里面 非常重要 而且一个教会不够权柄 你要两个教会 三个教会 一个区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的谦卑是绝对的 你的谦卑是绝对的 我们叫做deciding factor 就是前面绝对的关键因素 你能不能够建立起这Ecclesia 即使对方 可能这个教会他不说方言 可能这个教会他比较保守 这个教会不是那么开放 但是因为你是基督的身体 你能够包容 第二就是基督的身体 第三是神的创作 有几个我们会比较熟悉的 像家人、圣殿、基督的身体 这个心腹可能还好 但是我们比较少熟悉的就是Ecclesia Ecclesia是天国议会 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军队 是时候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如军队一样 是时候我们要信起来如神所使用的军队一样 我们必须要进入在这个位分里面 完成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心意 所以圣经里面说到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敬畏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意思说 或有人甚至说或有人被淘汰了 我们要跟得上 因为季节已经换了 我们以前所做的 不是错 我说不是错 不是不好 是不够了 是要追上神的心意里面 你过去的尾声只有这么多 用姊妹们是时候你要尾声更大的时候 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然后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跟不上呢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就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道 以他们无意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 他们没有办法用信心和那些已经奔跑的人一起同行可以走上去 我们听见了我们要跟上去 因为这不是个人战 这是群体战 我们要跟上去 跟在这个上帝的这个心意神的这个心的季节里面 然后呢 有一个季节已经来到 就是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同你都起来收拾灯 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 这个季节正是一个半夜有人呼喊者的声音 已经来到全地 新郎来了出来迎接他 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话 你要记得 不是新郎已经站在你面前 是新郎要来的 要到了 等新郎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已经哀哭切齿了 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的话 那些同你听到的时候 他们取来收拾灯 收拾他们生命心中的灯 收拾他们手中这个浮世的灯 收拾他们生命里面 是不是已经被烧焦了的灯心 收拾我们的灯里面的油是不是缺油了 我们知道那个故事里面 要讲的一个来不及解决的问题 就是没有油 油快完了灯快灭了 其他的同你说 我不可能再把我的油给你了 因为我的油也仅仅够我用 到耶稣再来 到新郎再来 他们就跑去买油 买油的时候 努力要去恢复这个爱的时候 但是新郎已经到了 我们就错过 对神的那种的单纯 纯正的爱 坦白说这是一个 我觉得即使在我生命中 一个极大的挣扎 耶稣要来了 我真的像以前那么爱祂吗 我真的有比以前更爱祂吗 新郎来了 我真的已经预备好到一个地步 他会开门让我进气吗 新郎要来了 我真的有完成他托付我过做的工作吗 还是我到处都在做我想做的事 新郎来了 我真的有谦卑吗 还是我充满着骄傲 新郎要来了 我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讨神的许约 还是我只不过是在那个名单里面说 我不认识你 你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 我不是说要吓唬大家 但是新郎真的要来了 我们要收拾我们的灯 因为这个季节已经到了 他说出战 我们说不要 我只想做好我自己小教会 你一样也是在服侍 但是你是不是真正能够完全回应祂的心意呢 神在寻找能够愿意跟他出去的 新郎来了 我们是熟出去了 不要突然之间 新郎来了 我转过神跑去买油 我们就错过所有所有 我们等候已久的这个的祝福 新郎到了 那些预备好了 同他进气作息 神验我的照片也写在这张照片里面 就像今天你看到的 我的脸也在里面 在那里欢笑 我也有得去啦 神验我们的脸孔都在这张照片里面 已经在添油 已经准备好 能够进到这个欢喜快乐的时候 你都在等这一天 我们现在是时候起来锁石灯了 起来跟旁边人说 主耶稣真的要再来了 起来说圣灵灯 起来服事 过去 我坦白说过去 我们服事已经是行事化了 但是上帝知道 上帝让一个COVID来到的时候 整个教会被关下来 然后重新启动的时候 有些人已经消失了 他爱主的心在那一个日子里面已经消失 或者他本来就不爱主 本来就不在乎主 就是因为面子问题 别人叫我做 我就去做 终于停下来了 给我机会 重新考虑要不要做 最后我考虑了 好了 我不做了 不服事了 多么可惜就这样错过了上帝的给我们的机会 当我们进到新的季节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需要重新献上当着活迹 要把自己献上给神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 我在印尼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哈尼牧师 我的好朋友 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 在每一次我去的时候 我都发现他的聚会里面 绝对没有少一件事情 就是重新的把自己献上给主 他很刻意 他很努力的把自己献上给主耶稣 他也带领着他的团队 fire generation 烈火的一带 再次把生命献给主 从一个人牧养一群人 从一群人牧养再一群人 再出现一群人 一个人 他得着一个人 后面就得着五百个人 就站在上面我们看到 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整个过程里面就是不放弃一个人 不放弃一个年轻人 把他们得着到底 把他们爱到底 到最后他们就成了一个改变时代的人 我有一个遗憾 在我的四十九岁的生日的信息里面 我讲了一个遗憾 那遗憾是什么东西呢 我没有成为一个好的属灵父亲 我可能是一个战士 我可能是一个老师 我可能是一个牧师 我可能是一个什么都好 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属灵父亲 严谨是很多时候 神呼召我做事情的时候 我非常认真的去做 我也没有去注意旁边的人 那旁边的人 当然我是个牧师 我当然知道什么事情 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带着一个人 也有很多人渴望说 从不死我们就跟着你 你带我们 你叫我们 很多时候他们走啊走的时候 我们就没法走啊去 因为什么 不是我不好 而是我不会做父亲 不会做属灵的父亲 但是当我看到这些年轻人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神开始对上一代的属灵 这些的领袖说话 哈尼呢 他还有一个弟弟 是那一个真正做牧羊的那一个 很关键的那个人物 叫做Henry Stiawan 在这个聚会里面呢 就发生一件事情 这一个他们兴起这个年轻的领袖 已经带了整五百人在他后面了的 但是呢 他发现有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他们还是需要一个属灵的父亲 虽然他们自己已经是个属灵的母亲 带领了后面有三代 三代的三代 到四代的人在他后面跟着他 但是问题是 最前面的那个Henry 他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 神convict我 神光照我 我有一个属灵的疲倦 我说 我已经把你们兴起了 不单是成为属灵的母亲 属灵的婆婆 属灵的真祖母 你已经是可以独当一面了 我应该退场了 我应该不需要再看你们了 你们长大了 你们可以做你们的事情 但是在那一天的聚会里面说 主跟他说 你一旦做父母 你就永远是父母 你不会退休的 虽然你是做爸爸的 你永远永远是你孩子的爸爸妈妈 我在那时候他就 来到神的面前 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来到神面前再次委身 再次放下自己 再次成为 再次成为一个属灵的 他说 主我愿意为生于你们 主我愿意为生于这一群人 继续做你们属灵的父母 在那一场聚会里面 我突然间有太大的 我感觉太大的 那种不配的感觉 我站在他们中间 我感到自己实在是 何等的卑微 何等的 幼小 不成熟 为什么 因为我完全看不懂 这个属灵父母的 这个身份的持久力 这个持久性 我在想 为什么我们会停止 要做别人的属灵父母 其实一个很简单 我累了 就好像很多的 这个阿公阿嬷 已经说 不要让我们再看孙了 不要让我们再看孩子了 我看到累了 我不想再看了 你们长大你们去看了 我不要 我要过过我轻浮 很多人在属灵里面 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 我不理了 我不管了 这是你们的世界 你们要怎么做的 我不要再做你们的父母了 但是在神国里面 你还记得 上我说这句话 他在退休的时候 在卸任的时候说 我不会停止为你们 带倒 以至于你们得罪神 上我退休过后 他仍然说 我不会停下来 做你的属灵的父母 继续为你祷告 直到结束为止 亲爱的姊妹们 在我们生命中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 进入这个新的季节里面 我说这句话是有原因的 很多人没有办法 再进入新的季节里面 因为他已经做了属灵阿公阿嬷了 他已经觉得 现在的战场 我就在旁边看着带倒一下就好了 我就站在旁边 围你们带倒一下就好了 我不参与了 我很累了 我打了几百年 几十年了 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现在到你们打了 我不要参战了 因为我们累了 神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 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我们 进入一个重新 而且重复献上活迹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必须要承认 有些说在R2D这么久 在列果服侍有些时候 我会说神啊 可以不可以放了人一下 让我去做 我本来要 本来要我做的东西 本来我是个牧师 放我回去一下 放我回去 印度玄教一下 我本来是个玄教士 有时候会说 是不是时候 应该换人来 开这艘航航母舰了 有些时候 师父神 对我的要求 不是越来越少 神只是要我 你能不能够再次奉献你自己 当作活迹 如果我要进入新的季节 我要在新的季节就位的话 每一次的就位 就是一个重新献上自己 当作活迹的日子 没有例外的 我不能够说 主啊我把自己献上当作活迹 然后呢我自己 一直用一种叫什么 退休 这个跑到后方和后台 幕后来工作 这种的来服饰部 你需要一直在前线 你的工作可以是像幕后 但是你的站着位置 一直都在前线 你都是要把自己放在这个活迹 线上当作活迹 没有别的 然后第二个东西 为什么我谈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发现什么东西维持印尼 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们 成为火的一带 能够继续服侍继续摆上 跨越一个围细 一个难处到一个难处 当这第二次 最近六月为我去印尼的时候呢 我们去的这个负责人 负责那个聚会 筹备整个聚会的 是身上没有几毛钱 刚刚才结婚的一个先知 一个牧师 Jonathan Winby 他的先知性是非常强 但是当他来到要筹备一个 只要真正用地上献钱的这种的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的大会 国际大会 他根本没有任何 没有筹码 没有钱 也没有任何交情 他刚刚才搬进 才结婚祷告 神祷告了 他自己才搬进这城市才几个月 当地的牧师都没有认识他 他根本就是一个年轻人 再没有人认识他 再没有钱 再没有任何地位的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办一个国际的聚会 五百一千人 他怎么去找钱 而且找来找去找不到酒店 没有主便要借给他 就招待他 他还不知道去哪里 他分享 流着眼泪分享这个过程 到最后神彰显他的信实 但只有一样事情 我学会一个功课 他们就是一直 又再一次 又再一次 把自己献上当作活计 没有别的 就是献上自己当作活计 我祷告主耶稣 我祷告主耶稣 我们今天要进入新的命定里面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计 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新的季节里面 从心不断的 重复不断的献上活计 重复不断的提醒自己 不再为自己而活 不是为了自己可以退休而活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但是却有很多人一直在开始要退休 这是一个神国 一个紧张的一个时候 最后因为时间关系 是时候我们兴起征战的一个时候 是时候我们兴起征战 有这个兴起征战的行动的时候 我们需要其实祷告中寻中顺服神的 祷告寻求中顺服和行动 不是单单顺服 而且有行动 要真的把这个生命献上给神 被神所使用 没有别的一条路 我们不是主啊我顺服你 口中说行动是没有的 神要求我们真正的看准 在这个面前的这个征战 然后继续征战 没有别条路 就是要真真实实进入一个征战里面 所以当神 当大卫寻求神费力十人上来攻击的时候 大卫寻求耶和华 神就启示说 不要直接上去 要转达到后面 从上树林去攻打他们 所以大卫做什么事情 当一听到神有脚 这个脚步神的时候 大卫就遵着神的吩咐出去去征战 所有的祷告 不管你的祷告量有多少 一个绝对不能够少的 就是到最后 祷告最后就是行动 没有行动的祷告 就不能算是祷告 或者应该说是比祷告还更糟糕 因为叫做真正的听道而不去行道 我们面对的管教审判就比一半的人更多 当这个耶稣亚要打仗的时候 耶稣亚的工作就是复复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明白一件事情 真正是属于神 但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复复来顺服他 耶稣亚正要打仗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 他看这样子有一个人在他面前拔出道来 他问一个问题 你来帮我们呢 还是你帮助我的敌人的话 或者简单说 你现在站我这边还是站在我敌人那边 耶和华的元帅回答说 我不是 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耶稣亚就伏在地上下拜说 我主有什么话吩咐吗 仆人吗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耶稣亚就照着心了 你所站的地方是圣洁 把你的脚脱下来 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 把你自己的道路脱下来 把你自己的想法脱下来 把你的身份全部脱下来 你做仆人 专心做仆人 专心在他面前敬拜 专心在他面前 因为这地方是圣的 今天 当我们走进这个上帝的心意里面的时候 我们不但要停留在得救 我们要进入得圣 而且得地为业 我祷告主一样事情 在这新的季节里面 我们要认识我们原有的身份 我们要把自己当着活迹 而且最后 我们要把自己 在行动和顺服里面 兴起征战的行动 何等重要 感谢神 在这新的季节里面 是我们要就位的时候 我要祷告主一样事情 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掌权作王 在我们里面 得胜又在得胜 我们来一起来祷告 主啊天父我们 赞美感谢祢 谢谢祢 就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依靠 主啊感谢祢 主啊 祢就是那一位主 引导我们 得胜又在得胜的主 我们在这新的季节里面 我们要来呼求神啊 祢自己 来 叫我们在这个新的 这一个的季节里面 能够就位 在新的季节里面 能够做成 主啊 祢呼召我们去完成了 我们不要再停留在过去 我们要进入到神的丰盛恩典里面 我们赞美感谢祢 一位主 祢带给我们 祢带领我们的 祢私下的 祢所做成的 这一切 都要成就在神的心意里面 要透过顺服的器皿去完成 咱们感谢祢 奉靠耶稣基督明治 我们同行合一祷告 Amen 感谢神 Hallelujah